独食以名至 知古可见经 大家好 我是刀刀 被迫流亡十九年 六十二岁高龄才回国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辈子也没啥指望了 可对于他来说 人生的开挂才刚刚开始 在流亡十九年之后 吃尽苦头的公子冲儿 终于要师来运转了 因为那个在晋国不得人心 并且一直在追杀他的弟弟 晋惠公姨吾病死了 而姨吾唯一的儿子 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语 又用自己的愚蠢 成功的给崇尔的继位 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舆论支持 本来太子语大可在 岳父秦穆公的支持下 光明正大的会晋国继位 可不知搭错了哪根筋 竟然抛下了夫人 秦穆公的女儿怀银公主 连夜逃回了晋国登基 视为晋怀公 这下可激怒了秦穆公 真是有其父 必有其子 转而把情境之好的希望 寄托在公子崇尔身上 太子语如不退位 竟将亡国无日 这样一来就更让太子语 对名声在外的崇尔忌惮了 因此他责令晋国大夫胡兔 召回儿子胡毛和胡燕 抑郁削弱崇尔的势力 可是老胡兔却看出了 太子语的地位积极可危 拒不执行他的命令 斩了他 年轻气盛的太子语杀了胡兔 却不知捅了马蜂窝了 胡兔是晋国的三朝老臣 同时也是最德高望重的 晋国清大夫门的代表 他的死直接把晋国清大夫门 推向了公子崇尔这边 呼吁崇尔回国继位的浪潮 是一波高过一波 这恰好给了秦穆公 得以插手晋国的理由 好个狂门的太子语 刚登上权位 就滥杀 曾辅足过几代国君的老臣 秦穆公先是把女儿怀迎 改嫁给原女婿的伯父公子崇尔 然后再派重兵护送崇尔回国 崇尔本来就深得晋国人心 再加上背后强大的秦国扶持 一回国就被拥立为国君 视为大名鼎鼎的晋文公 他的侄子太子语见大势一去 仓皇之下逃算到了玉米地里 被秦穆公抓到以后直接处死 坐稳了军位的晋文公 开始新官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安抚人心 恰好这个时候 晋文公的旧城履省和细睿 害怕遭到晋文公的报复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他算夜间放火烧死文公 不料被太监伯迪探知阴谋 连忙晋公去禀告国君 以求将功赎罪 晋文公一看是伯迪 敏感的神经瞬间被挑起 你伯迪 果然你还活着 十九年来太监伯迪 就像是个疯狗一样 随时威胁着晋文公的生命 让他如亡在背寝食难安 他本能的提借就看 可聪明的伯迪早有准备 告诉晋国 那些像我一样盼望搏斗宽恕的人 死了心吧 从而不是齐桓公小白 晋文公如同帮头帮鹤 当即就宽恕了伯迪 作为对晋文公的报答 伯迪趁机揭露了 旅行和细睿的阴谋 晋文公得以及时粉碎阴谋 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并通告全国 说会公怀公时的乱党头子 全已清除 其余该不追究 那些原本担心的人一看连伯迪都被赦免 而且唯以重任 看来国君所言不虚 于是从此放下戒备 一心侍奉冲儿 之后冲儿开始烧第二把火 大封功臣 当初尾随他流亡的 胡毛胡燕和赵崔等人 个个都被封了大官 就唯独忘记了一个最为特殊的人 国君落难饿得奄奄一息 大臣割自己的肉来喂他 然而国君大封群臣时 就唯独把他给忘记了 而戒子推又不愿意像糊涂糊毛那样 主动的去邀功情上 所以此事就一直被搁置起来 可是戒子推的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 专门写了一首诗替他名不平 并把这首诗挂在城门上 得知这首诗之后 进攻才想起了那个搁大腿肉用来做汤 关键时刻救自己一命的戒子推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他百忙之中亲自带人去戒子推家中寻访 结果却被告知 晚了 晚了 戒子推背着他母亲 已经到棉山上隐居去了 靳文公便带上人马前往棉山去寻访 谁知那棉山晚银数十里 重篮迭账骨身灵敏竟无法可寻 见靳文公求人心切 有人便建议三面烧山 只留一面给戒子推下山 靳文公一再叮嘱不能烧到戒子推母子 可谁知小人从中作梗 烧山的时候四面点火 一个出口都不给戒子推留 使得这场大火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才熄灭 苦苦等待的靳文公跑到山上一看 发现了只剩下戒子推母子被烧成炭的骸骨了 这件事成了靳文公毕生的遗憾和痛处 为了表达深深的歉意 从此这座山就定为戒山 每年的今天定寒时节 绵山改为戒山 靳国百姓在寒时节这一天 不得生火造饭 只能吃一些瓜果蔬菜等生冷的食物 已是对戒子推的纪念 又在靳国多见庙宇 让戒子推年年享受香火供奉 许多像戒子推这样付出 却没有享受到应有回报的人 见国君如此的有情有义 心中的怨气也渐渐平息 一时间靳国上下一心 君民沉险 安定了内部之后 靳文公便开始烧第三把火 那就是安定周时 霸主秦桓公死了以后 一直被秦桓公压制的周湘王 想借着这个大好机会 重新树立起周时的威望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周天子想提升自己的威望 却因实力不足弄巧成拙 搞得自己的王后被弟弟王子带给睡了 自己的王公被霸占了 而周天子则向丧家之拳仓皇逃算到了镇国 呼吁各诸侯国前来秦王 可悲的是中原诸侯竟无一人响应 周天子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就在这个时候 地处西垂的秦木公 在百里西的提醒下 抓住这个尊王的大好机会 第一个做出快速反应 派军队马上出发 驻于黄河之盼 准备迎那朱湘王 然而 野心勃勃的晋文公 也同样看出了 这是天资良机 想着晋国占据地理优势 而自己也没有多少时日了 急于称霸的他 无论如何也不能 把他拱手让给秦木公 可是秦国毕竟对自己有恩 直接兵龙相见 会让世人嘲笑晋国忘恩负义 老谋深算的晋文公 开始耍及了手段 赵崔 你能不能不带一兵一卒 用自己的舌头 拦住秦国的千军万马 就在赵崔凭借自己 三寸不烂之时 拖住秦木公的时候 晋文公的兵马 已经火速去迎周湘王了 等秦国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了 愿命不已的秦木公 只得率兵信信而归 白白错失了一次 东出争霸的绝佳机会 晋文公这边 接到了周湘王之后 四年便带兵南下 拼定了王子戴之乱 杀死王子戴 驱逐戎敌 并护送周湘王回京城 周乱岁高平息 周湘王得以复位 为了答谢晋文公 周湘王指责从 原本就不多的土地中 割出河内洋帆等四个城池 赏赐给晋国 这下可让晋文公名利双收 不仅扩大了晋国的地盘 还抢到了尊王那杆大旗 迅速的在诸侯中 树立起了巨大的威望 这三把火烧完之后 晋文公又在国内 实行人政改革军制 使得晋国国力迅速恢复 晋国一时间人才济济 军名成和赏下同心 呈现出一幅 崭新的政治局面 抢到了尊王大旗的晋文公 对称霸中原越遇一世 在下一回里 他将和野心勃勃的楚王 展开一次春秋时期 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 那么这场决定中原霸主的 举世瞩目的终极决赛 结局如何呢 咱们拭目以待 各位看官老爷们 拜托帮忙点赞转发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